正是三宫是指郑国开国后的三代君王 郑桓公与儿子郑武公 孙子郑庄公 郑桓公 周朝诸侯国郑国第一任君主 姬姓郑氏名有周立王少子 周宣王一母帝周优王叔父 周宣王时将政帝封给弟弟郑桓公 建立郑国 伯爵 古称郑伯友 周优王时任命叔父郑桓公担任周王氏的司徒 周优王时 郑桓公见周朝霍患将至 听从当时掌管王氏典籍的太史伯的建议 将其国民迁徙到东国国和快国之间 就是国快祭奴或桓公祭奴 后来 玄荣公宪高京 郑桓公与周优王一同遇害 十号桓 古称郑桓公 郑桓公墓位于陕西省化县 郑桓公死后 郑国人拥立他的儿子 决突为国君 使为郑武公 郑武公 姬姓 郑氏 明决突 郑桓公姬友之子 春秋时期 郑国第二任国君 郑武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友公 受上大片土地 在位期间使郑国逐渐强盛起来 为郑桓公小坝奠定基础 郑武公二年 郑武公占领快国都城之一 灭亡快国 郑武公四年 郑武公占领东国国都城 灭亡东国国 然后横扫周边烟 避 补 丹 伊 涛 利 申八亿 郑国纠战阙朝 把国都迁到快国国都 使进屋之地变成自家地盘 并把旧部从陕西迁到河南 以郑为号新建成义 但周平王对郑武公的极力扩张 产生猜疑 并欲收回虎劳以东的此地 郑武公不得不在周平王六年 迁都愉快 建起新都 郑武公十年 郑武公娶身国国军之女武将为夫人 武将分别为 郑武公生下儿子悟生和供书段 由于悟生是难查而生 供书段是顺查而生 所以武将不喜欢悟生 而喜欢供书段 由此埋下政国内乱的火因 郑武公二十七年 郑武公病重 武将想立供书段为太子 屡次向郑武公请求 但郑武公不肯答应 同年 郑武公去世 悟生继位 视为郑庄公 郑武公死后 安葬在京 河南行阳北部 敖山的飞风点 郑庄公 激姓 郑氏 明悟生 郑国第三位国君 与郑庄公有关的成语众多 如多刑 不易比自闭 其乐融融 处心积虑 冒天下之大部位 案件伤人等 其中 多刑 不易比自闭 与上面提及的 郑国内乱有关 郑庄公之所以名悟生 有关解释 是庄公到这出生的 所以取名悟生 郑庄公继位后 他母亲武将 请求把智这个地方 封给贡输段 庄公不肯 武将又请求 把晶这个地方给断 庄公同意了 断到了那里 便开始招兵买马 制造兵器 扩展都役 大副记忠认为 贡输段的都役国大 不符合制度 认为该趁早 给贡输段 安排其他地方 郑庄公便说出了 多行不易比自闭 子孤待之的话 后来 贡输段与武将 打算离应外合 偷袭郑国都城 庄公探知了 他们约定动手的日期 就命令公子吕 率领二百辆战车 去攻打京城 京城的人都起来 反对贡输段 贡输段被迫逃进燕城 庄公又追到燕地 后来 贡输段逃奔到贡国 庄公便把母亲安置在城影 并且发誓说 不到黄泉 不再相见 不久 郑庄公就后悔了 这就是 郑伯克断语焉 城影的地方官 银考书 向郑庄公献礼时说 如果挖地挖到泉水 在隧道中相见 就不会违背誓言 郑庄公听从了 他的建议绝地挖泉 终于在 黄泉与武疆见面 郑庄公进入隧道 富戈岛 隧道之中 其乐融融 这就是成语 其乐融融 即典故 黄泉建武 郑武功 郑庄公先后任 周平王的轻事 周平王暗中 将朝政分托给国公 郑庄公埋怨周平王 周平王说 没有此事 于是周王氏和郑国交换人质 郑名互信 周王氏的王子胡 到郑国去做人质 郑国的公子 互到周王氏作为人质 郑庄公继续留在朝廷辅政 周平王失事后 王子胡准备回到东周继位 但因一路哀伤过渡 回朝后 即病死 故由周平王之孙 王子胡弟弟太子姬 谢父之子姬林继位 是为周桓王 郑庄公的儿子公子 故意离开东周回到郑国 周桓王即位后 为了压制郑庄公的权力 准备让国公掌政 郑庄公让记忠率军收割了瘟疫的麦子 又收割了成州的道骨 周王氏和郑国由此互相仇恨 郑庄公开始步朝见周王 这就是周正交治 周正交恶 两国争执不断 双方在虚格开战 郑国将领祝丹 射中周桓王肩膀 周天子的权威 于是荡然无存 郑庄公执政期间 攘外安慰 重农兴伤 远交进攻 借强制弱 最终使得郑国称 小霸于诸侯 郑庄公去世 太子呼继位 视为郑昭公 郑昭公 姬姓 郑氏 明忽 春秋时 郑国第四任 及第六任君主 郑庄公长子 公子突和郑君子为 郑子英的哥哥 郑昭公弟弟公子突的母亲 是宋国雍氏女子 名叫雍吉 雍氏为人所尊重 受到宋国国君 宋庄公的宠爱 宋庄公又寄中到宋国 然后胁迫他立公子突围军 视为郑立公 郑昭公便流亡到魏国 郑立公虽然登位 但与寄中不合 企图暗杀他 图谋败露 出居郑国编毅利益 郑昭公回国重新复位 郑昭公在座太子时 郑庄公准备任命高屈弥左卿 郑昭公坚决阻止 但郑庄公还是任用了高屈弥左卿 郑昭公继位后 高屈弥担心郑昭公会杀害自己 趁与郑昭公出去打猎时 在野外射杀了郑昭公 寄中于高屈弥不敢赢回郑立公 并改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伟为国君 郑子伟元年 齐祥公在魏国的首旨 召开诸侯盟会 郑子伟准备让寄中 高屈弥跟随一同前往 由于郑子伟年少时 曾经和齐祥公发生争斗 因此双方结下怨仇 冀中认为郑子伟和齐祥公有仇 于是劝说郑子伟取消行程 郑子伟说 齐国强大 而郑立公还虎惧立意 如果不前往参加盟会 齐国就会率领诸侯 讨伐我而盈利郑立公 我不如前往 到时候不见得一定受辱 郑子伟于是执意决定前往 祭祖害怕齐祥公会 一并杀掉自己 所以假称有病 没有跟随前往 同年 郑子伟来到首旨 与齐祥公会面 为就从前的事道歉 齐祥公发怒 就埋伏假使 杀死郑子伟 将高屈弥撤裂 郑子伟再位不足一年 没有嗜好 故事称郑子伟 祭仲到陈国迎接 郑子伟的弟弟 在陈国作为人质的 公子英回国继位 史称郑子英 郑子英十二年 执政大臣祭仲驱逝 郑子英十四年 在外流亡的郑立公 从历代兵入侵郑国国都 到达大陵时 俘虏郑国大夫 福侠 郑立公 要挟 福侠帮助自己 回国复卫 福侠说 如果放了我 我可以替您杀掉 郑子英 让您回国再登军卫 郑立公和福侠 蒙世后 便将他释放 同年 福侠杀死郑子英 和他的两个儿子 迎接郑立公回郑国 郑立公从利益 回到郑国再度复卫 同时指复侠为臣不忠 随即把复侠杀了 郑子英无事后 使称子疑获郑子 郑立公复卫后 郑直齐桓公开始称霸 他曾帮助周慧王 平顶王子 推积五大夫之乱 周慧王因郑立公秦王有功 便将虎牢以东土地赐给郑国 郑国由此复兴 郑立公死后 其子节继位 视为郑文公 新闔